第五届的美丽基隆影片及摄影创作比赛 这回是以新基隆为主题 要透过镜头记录一下基隆的蜕变 那你看其实在21号晚上的颁奖典礼上面 特别是邀请到的市长林又昌 以及包括知名的影视创作者 以及历届的得奖者出席 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些优秀的作品 重新诠释基隆这座城市之美 青星木吉他配上动人嗓音 两位女孩用自己创作的歌曲 唱出对基隆深深的喜爱 今年以新基隆作为比赛主题的 第五届美丽基隆创作比赛 借由参赛者的镜头记录基隆的蜕变 21号晚间由市长林又昌颁发相关奖项 在这八年期间 基隆整个城市翻转 整个城市变成是彩色 怎么样从更多人的眼光眼睛 或者是从更多人不同的视角 去重新认识了解这个城市 林又昌表示过去大家对基隆的 可把印象就是冷冽黑白 但他认为海港城市应该是 世界文化的交流场域 因此他从形而上角度重新思考 该以积极勇敢量力色彩来取代黑白 希望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基隆 美丽基隆的这个比赛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基隆这几年 经过市府团队的努力 其实整个城市的风貌 开始展现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风貌 今年参赛者分别从美食 自然和人文角度切入 呈现出基隆的多元风貌 市府团队也表示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创意独具的作品 来呈现多样的几隆之美 记者综合报导